好,這邊跟各位解釋一下 剛才我們不是三條槓暗示出空間嗎 對不對 然後他就幫我找找找找 剛才我不是有刪掉22張 其實刪掉22張真的就是從手機刪除了 可是我為什麼還看得到 因為Google相簿 它預設會開雲端跟你手機上面的照片 一起開起來給你看 可以嗎 所以我說你只要確定這邊右下角沒有雲斜線 或者是兩個箭頭 代表這幾張照片現在是在雲端 現在在雲端 你要看怎麼看 點兩下看就可以看 哎呦,我現在有點小問題 我的手機 怎麼按到了 來,等我一下 你手機也可以看照片 比如說你這樣看 然後你今天照片起來 你把它橫轉一下 也是可以看橫的照片 但是剛才有同學提到說 哎,那我手機沒有照片了 請問我LINE 可不可以分享照片給別人 答案是不行 因為LINE跟Google是不同的東西 好,那今天LINE是會抓你手機上的照片 那如果你今天就會穿桑 那我現在放到雲端的照片 我要怎麼辦 其實也很簡單 跟各位講 剛才雖然在緊急當中 有些同學在問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仔細思考 我就說還要下載下來 其實不用 跟各位講 假設你真的這一張 我說這一張已經在雲端了 我的手機上面有這張照片 我要分享怎麼分享 點開來 是不是這邊有一個分享 分享了之後 如果你今天你有裝LINE 你就選LINE就分享出去啦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也是很快的 但是你不要從LINE裡面去選照片 你會選不到 因為就是說 你的手機照片已經刪除了 所以你今天 你不要在LINE裡面去選照片 傳給各位人 你應該是到Google相簿裡面 看到你要的那張照片 點開來 然後按這個分享 我再講一下分享在哪裡 但是那個Android iOS手機 它的符號不是這樣子 它的符號是一個框框 然後上面一個箭頭 ok 那是分享 所以呢 那Android的是這個 有點像小魚的符號 你只要開那張照片按這個 如果說我想要分享好幾張呢 假設我今天要分享三張 那也是一樣 你在這張 假設這三張 你這一張照片按久一點 左上角的光光是不是起來了 你可以選這三張照片 之後 它現在在上面了 分享在上面 按一下 所以一樣可以選到LINE 甚至你可以分享到Gmail 或者是其他你有其他的軟體 你都可以分享出去 所以你說方便嗎 應該還蠻方便的 所以就是說 我建議各位以後 如果你現在開始用Google相簿了之後 你以後看照片 直接點Google相簿起來看照片 好嗎 你就不要再用過去各位在手機上 現有的圖片庫啊 或者是那種軟體去開照片 你用Google相簿去開 因為我說Google相簿的好處這麼多 也就是它今天幫你放到雲端 完全不佔空間 其實各位你要開幾千張幾萬張 都沒有問題 好但是在下課之前 我來請各位嘗試拍一個照片 說不定等一下馬上特效就出來了 我剛才講說 各位是不是有看到我這邊有一個特效 這張有沒有特效 我看一下這個 我說這個 OK 我點開來給各位看 它就是 反而現在點開來沒動畫 再來一次 有沒有它這樣動來動去 OK 好 這個呢 我就說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個小幫手 因為我剛才連選小幫手 好 那相片 它其實就是根據這幾張 有沒有 根據我這幾張 產生出來的 剛才那張動畫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小幫手 如果它產生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按儲存 儲存了之後 以後你在相片當中 你就會看到它 有沒有 而且各位有沒有看到 右上角的 亮晶晶的符號 它就是Google項目 做出來的特效 它就有一個亮晶晶的符號 那你就有一個這樣動畫 OK 好 但是呢 你這張 你又看到這張 我也想分享 給Line 很抱歉 Line 有時候不會看這種動畫 有時候啦 但是有時候你分享過去 因為我現在碰到 在上課當中 碰到有幾個同學 有這樣的問題 你分享出去之後 他把它轉成影片 但是事實上 這種動畫是叫GIF OK 有人這樣分享是成功的 那有人這樣分享之後 變成動畫 有人分享到Line之後 變成鏡子的圖片 所以很難講 OK 因為那是 我就說那是Line 是不同的產品 但是至少 我們在這個地方 Google相簿 也看得到 對 而且 跟各位講 它只要判斷你背後 是一樣的 但是大家都不要這樣 機質的樣子 等一下下課時間 各位一定找各處去拍 然後 我跟各位講 這種照片 你拍照的人 你不要一直站在固定位置 我有時候是這樣拍 有時候是蹲下來拍 有時候要稍微側一點拍 都可以 他只要判斷你的背後的幾 差不多等 然後呢 只要你這幾張照片 傳到雲端 我要講 這幾張照片 你一直傳到雲端 它才會幫你判斷 然後會產生出來 OK 所以 我們下課十分鐘的時候 各位 可以測試拍一拍 你可以 或是兩兩步拍 就是說 大家可以做個動作 一二三四五的照相 你這樣拍一拍 然後之後 至少 還有五張 好不好 OK 讓它產生出來 好不好 OK 我們就休息十分鐘